第二个就是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在湖南岳阳 它有一个蜜罗县 蜜罗据说是屈原跳江的地方 在这里呢 要造一个屈原的一个博物馆 就纪念屈原的博物馆 一期是叫屈子书院 二期叫储词文化交流中心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文物的环境 因为这里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屈子池 那么要造博物馆 必须和它保持相当的距离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 就开到了另外一个山包上面 它是两组建筑 你要做一个 用今天你掌握的材料 去做一个新的建筑 同时它又能跟它 新旧共生 屈子书院是纪念屈原的 那么你怎么去纪念它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首先我想到的 它必须是能够表达出 我刚说的湖乡地区的 风土的特征 第二呢 让人能联想到 屈原生活那个时代的建筑 是什么样子的 我很久以前翻过这个储词 就为了这个建筑 我把它重新拿出来 再去复读 然后在里面去检索 储词里面有大量 对建筑的描述 把这些描述全部检索出来 然后去分析 去体会 比如说玄玉梁朱砂板 它讲的意思是说 这个梁柱 承重的结构部分 就是承重结构 是黑色的 朱砂板是指的 这个结构 这个房子之间的那些板材 那些板墙 因为这个地方的建筑 它不是用砖头去墙的 那时候都是用的木头 所以这个木板呢 它的颜色是朱砂社 所以它叫玄玉梁朱砂板 就类似这样的描写很多 所以我们最后就把它 完全投射到了 我们的设计当中 但是你从这个文字里面 去体会出来 那还是割了一层的 我们一定要在那个实物当中取汇 但是屈子时代 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只能到民间的风土建筑当中 因为当地那个风土的建筑 有可能它千年不变 那么所以我们就 从民间去取材 然后从处词里 去找那个间接的那种形象 就形成了我们 今天看到的屈子书院 它既不是唐也不是宋 也不是元也不是明 更不是清 那么它就和清朝的 那个国家级文物 屈子词就完全分开了 我们做了一个 想象当中的古建筑 我们把它叫古风的建筑 它是一个 我们今天想象当中的 就是屈原所在的 那个时代的 那个建筑的样子 那么储词 文化交流中心怎么做 难道我们再做一个 类似于屈子书院的建筑吗 不 我们要做一个更新的建筑 要更加底线出 新旧 可以共存共生 然后我们就 二期就看到这个 这样的一张图 这张图呢 我们看到的那个屋顶啊 一个钢结构的屋顶 它是一个古建筑来的一个屋顶 但是已经我们把它用 现代的方式去表达 把那些细节上的 那些装饰都去掉了 古代我们叫 歇山屋顶 我们看到天安门城楼 那个就是重延的 歇山顶 我们在这里做的这个是 十字极的 歇山顶 它在平面上 它是一个十字极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建筑里面 还要让人联想到 古代的时候 那个 比如说 滔贴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那个窗户啊 那个 你远看啊 包括那个门啊 我们把它想象着 一个老虎或什么 一个大嘴巴 然后这个两只眼睛啊 什么的 你就会产生很多联想 所以我们两个建筑 一前一后 你在那里看到了一个 没见过的那个所谓的 就是古运的建筑 或者古风的建筑 然后在这里呢 又看到了 它韵味还是古的 但是完全是个新建筑